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锦鱼,欢迎收看我的种植分享 最近买了一些水仙花的种球回来 应该很多人都养过这种水仙花,养起来也很简单 但一般都是养的有点土长的状态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用一根绳子把它绑起来防止它倒伏 不像市场上直接买的成品一样,矮矮壮壮的 那为什么自己养的都普遍有土长的情况呢? 除了光照条件有一些影响外 其实还用到了一些生长的调节剂,让它长得矮壮 很多时候在网上买的水仙的种球都有送一包矮壮树 其实这种矮壮树的主要成分是多效作 它可以延缓植物的生长速度,控制植物的土长 你这身高是不是喝了多效作? 滚!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到多是要做对水仙的影响 所以打算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用跟不用到底差别有多大 先把这些水仙清理一下 外面带有泥土的这一层清理掉 剪旧一点的话,还可以把这个种球割一下 把外层割开一点,有利于发芽 有时候有一些芽可能会被外层包住发不出来 技术好一点的甚至可以掉一些造型 接下来分成脸盆 然后贴上边号 左边这一盆一号是没有用癌装素的 右边这一盆二号是用了癌装素的 这一盆的绅琴 大概用了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看到1号已经长出了花苞 叶子也开始有点垂了 而2号的叶子只长到10厘米左右的高度 离开花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对比之下可以看到多效座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但在使用中要注意的是多效座不单控制了植物的涂长 还会减低生长速度 推迟了开花的时间 如果你想要在春节期间开花 那就适当要提早一些种植 那这盆2号究竟迟到什么时候才开花呢 我会继续观察它之后的成长 另外我还种了几盆菊花 打算进一步观察多效座的影响 但输业的时间周期比较长 所以之后会一起分享后续的生长情况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再关注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完成了 感谢观看